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防暴防洁池 第一题出租车驾驶员应当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正确处理什么和经济利益的关系 当然是安全 比如说稳定社会这个都有点大了 第二题犯罪分子急车选择在什么作案的频率比较高 当然是业界难越黑风高杀人越祸 犯罪多发 第三题出于安全考虑女性出租车驾驶员尽量不在什么时候 当然是在业界 四犯罪分子急车一般选择在什么附近作案便于逃窜 前面咱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说便于逃窜 什么地方便于逃窜当然是交通干线 五出租汽车犯罪分子的作案一般选择在什么场所 这里记住是城乡结合部 好不好好撩不容易找 六出于安全防范考虑出租汽车驾驶员对局级诡秘的 什么乘客要重点关注 咱们看一下ABCD 尤其需要是轻壮年 七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为强 为加强治安防范应当对什么的乘客提高警惕 当然是鬼秘不安 八为加强安全防范 遇到什么乘客要格外警惕 那就是予无伦次 鬼秘不安 九在载客过程中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吃饮食乘客提供的东西 十犯罪分子失忌将驾驶员调离车厢 然后迅速发动汽车将车截走 这种犯罪属于什么 失忌这不就是诈骗吗 所以是诈骗型 十一犯罪分子未吃凶器 但虚张声势 以伤害驾驶员相威胁 OK这个威胁两字 那就属于威胁恐吓 十二如同所示 在香烟饮料食品等物品中投放麻醉剂 那这个当然就属于药物麻醉型 十三 歹徒乘治后 立即或者等候适当时机 掏出随身携带的凶器 这种有凶器的 当然就属于暴力型的 所以是暴力劫持 十四 出租汽车犯罪活动的作案处法 各不相同 根据发案特征 可归纳为几种类型 有暴力劫持 威胁恐吓与诈骗 以及药物麻醉 十五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预劫后 要注意自我保护 特别要注意什么安全 当然是命危险 生命安全 十六 出租汽车驾驶员 预解后的处理原则有哪些 是全都有了 灵危不惧 处经不乱 处变不经 快速反应 后发制人 缓和对抗 以柔可抗 把握时机 理智冒险 十七 驾驶出租汽车 被犯子分子接持后 正确的应急处置方法 也是全都有 保持沉着冷静 不主动对抗 以免激化矛盾 案子观察犯罪分子特征 寻找时机向警方求助 十八 出租汽车驾驶员 预解后 应采取的措施有 是报警救援 报警求援 和保护现场 十九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经营活动中 发生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 或者发现 违法犯罪嫌疑人 应及时报告 发现这些坏人 报告谁呢 当然是公安了 二十 一辆出租汽车在某地被逮出监持 案发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用电话向公安机关报警 报警当然是110 二十一 驾驶出租汽车被接受后向警方求救时 尽可能提供 我方详细信息 犯罪分子详细信息 可以依靠的有利条件 到底需要多少警察 那是 结案机关警方来确定的 二十二 出租汽车驾驶员提升自我防范能力的主要方法 全都有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善于动察识别 预示灵活营变 接受自卫方法的培训